科技大厂鸿海今年尾牙将延续去年的线上刑事举行 同样寄出百万元奖金及汽车等项目 去年总计送出总奖金超过一元 而防疫解禁后新的一年 产业界预估员工可以期待 根据人类银行调查 今年举办率达百分之七十四点八 比前两年疫情期间最多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九 而尾牙活动预计抽出的大奖万元等级达百分之三十七点一 百万元级别则有百分之二点七 其中台湾护国神山群科技业 更成了景气风向观察指标 科技业陆续恢复举办尾牙 由技嘉率先在十二月二十三号举办实体厂 紧接着明年一月由广达 仁宝 合硕等接力举行 伪创则是在一月十七号举办 而华硕公布今年人停办实体尾牙 但会发一万元福利金给每一位员工 红继则每五年举办一次 上次是在2020年 今年由各部门自行举办餐序 一间科技公司它本来是五百桌的厂 它可能就是拆成十厂来做 如果是最高峰的话 大概一天可能都要出到四厂外汇 往年大概会在十月份的时候 才会比较趋近于买 那今年大概提早了二十天到一个月 饭店业表示受惠疫情趋缓 尾牙商机明显反弹 除了有大厂指名米其林菜色 平日假日也都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预算更同步翻倍 助攻整体尾牙业绩持续攻顶 记得新闻曹生成日风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二手掌握新闻 这两条公关的 раньше 你还在这里 变化日风采访报导 吃饭 去到这里 都是 吃饭 吃饭